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hutty 今天我又有一個敗家片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在Instagram貼了一張照片 我塗了一個黃色的眼線液 我說我買了一些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有考慮過不做這個購物 是因為我買這些東西已經在聖誕之前下訂單 但是因為購物比較慢 所以這麼久才到 但因為有些人都說想看 而且我也發現了一些挺新奇有趣的東西 所以也拍這條影片吧 這次買的網站就是這個 Shopmysa.com 這個就是一個 他們叫什麼 Wholesale的網站 它全部的產品都是賣1美金一件 就是7.8港元一件產品 所以我就... 而且我下訂單的時候 它還要有很多東西有半價 所以我就買了一堆東西回來了 而我臉上今天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用在這個網站買的產品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吧 首先就說一下 究竟它是有什麼吸引了我去它的網站買東西 就是我看網上有些人介紹 就說在這個網站買的假人字毛很便宜 又很好用 所以... 我就走去買了 我現在也在貼的 那... 因為我買的時候它有半價 那...即是... 五毫美金一對 即是幾元一對 所以我就買了一堆回來 那...首先就有... 我今天在貼的這個213號 那它這個... 牌子叫做Clara Eyelashes 那... 我暫時呢 So far so good 我是挺喜歡的 你看看 挺好看這個款 我也... 覺得我有機會再買這個款 那... 然後呢 我也買了一些眼影的 那...首先呢 就有這個... Senti Eyeshadow Style Compact 就是一個三色眼影來的 那...我暫時就沒有用過這個 那...但是今天在我的眼上這個... 這麼漂亮的 金色、綠色眼影呢 就是這個... Ten Color的五色眼影盤 那...我... 買的這個顏色叫做Hawaii 那...就是這樣的 那...你看到其實它都... 看上去我眼上好像很出色 那...但是... 你待會看我做的Close Up 它其實就這樣是沒有那麼出色的 那...但是... 我加了少許Mixing Medium 或者你可以加眼藥水啦 那...就令到它那個... Pigmentation就高了很多 那...所以... 我暫時... 第一印象就是覺得... 一個7.8的眼影盤來說呢 如果它加... 眼藥水或者Mixing Medium 可以去到這個效果的話呢 其實我是極度滿意的 那...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誇張的顏色的話 那你就這樣用的話 你都會滿意的 我覺得... 那...另外也是這個... Plan Color呢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 Wet Dry Bake Eyeshadow 那... 因為它是綠色 其實我還買了另外一顆... 呃... 啡色的好像... 但是呢... 它... 我打開那個package的時候 它在裡面那裡爆炸了 然後... 全部東西都是那個啡色眼影 所以我現在就... 沒得給你看了 因為已經... 它已經自動毀滅了 然後還有這個... 也是這個... 就是這個... Eyeliner Powder 那... 它就是一個眼線粉來的 那... 眼線粉呢... 就是... 其實你要加一些... Mixing Medium 或者水呢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 Cream狀 這樣就可以用來畫眼線啦 那... 我知道Laura Mercier有推出一個的 那... 我就沒試過 所以我打算便宜一點 就買一個過來試一下 好了... 接著都是眼睛部分的東西呢 那我就買了... 兩支這個... 這個... LA Colors的Jumbo Eye Pencils 那我今天呢... 就用... 這一支... 這一支... 深綠色這一支 叫做Beach Resort 就在我的下眼線外面那裡的 那我現在是... 非常滿意的 因為它是... 很好滑啦 不會說卡住卡住這樣 還有那個顏色... 那個Payoff是很高的 那所以我對這兩個... 暫時是非常滿意的 另外還有一支... 眼線膏筆呢... 就是這個... 叫什麼牌子啊? Merebe... Merebe... Glaze... 那我就買了一支... Peach的顏色 因為最近Too Faced 和Kylie都出了一個... Peachy色的眼影盤 那所以我就... 即是我也想試這些顏色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買了一支了 那但是... 對... 我還沒用過... 不知道好不好用的 那呢... 我另外還買了四支眼線液的 那因為我看它的網站上面 別人的review 它的... 眼線液好像是蠻好的 那首先就有這一支... 綠色的啦 那還沒用啦 那然後呢... 這一支黃色呢... 就是我在instagram的照片裡用過的那支 那它很有趣的 它就是這樣拎開啦 那這裡拎開呢... 就是那個... 眼線液啦 這裡呢... 它另外有一支眼線筆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 真的... 一元美金有兩產品 實在非常之好 還有... 我那一天... 那張instagram的照片 我塗這個黃色眼線液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impress咯 就是它那個... 塗頭除了有一點點硬之外呢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好 也都是非常出色的 而我今天在塗的這個黑色眼線液呢... 就是... 這一支starry的liquid eyeliner 首先你看看那個包裝 你說它買一百元呢... 我都會相信啦 這個包裝真的超級漂亮 跟著還有呢... 這一支眼線液呢... 在它的網站那個... comment... 就是那個review的session呢... 是... 極好啊... 那些review... 我相信它不是filter了review 因為它其他產品呢... 真的有些很差很差的review 但這個是review超好啦 然後有些人說是review購買了幾支 那我所以就買啦 然後我呢... 今天之前我都已經用了兩次的啦 是真的非常之好用 它是...極黑啦 還有... 塗了上去之後很快乾 還有... 是很容易畫的 它這個頭 所以我是... 我覺得超興奮的 買到這個東西 因為它又漂亮啦 又好用啦 又便宜啦 嗯... 跟著都是同一個牌子 我還買了這支... 眼線液的 那... 純粹因為它包裝很過癮 這支我就沒有用的 那... 跟黃色那支呢 都是一樣的 下面... 拎開 眼線... 液啦 然後上面呢... 有一支眼線筆的 那... 但是這個我也沒有用的 然後... 維持在眼睛的部分呢 我還買了這一支... 閃粉的 那...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閃粉這些都不會... 點錯的啦 還有... 我覺得... 就是... 你平時不會化一些很誇張的look 你很少用閃粉 你只不過是... 偶然去party想用的話呢 或者某一些誇張的顏色 你偶然才想用一次的話呢 那我覺得... 去這個網站買一些便宜的來呢 都是不錯的 好啦... 講完眼的產品呢 就講一下臉的產品啦 那... 這支... 粉底液啦 那我買的原因是... 我記得... 好像有人說的話 這支粉底液是好用的 那... 但是... 我今天沒有用到 因為我剛剛... Laser完我的脈 那我就不敢用... 新的... 面部產品 我就用回自己那些 還有... 這個顏色是不是好像有一點點黑呢 對啦... 不知道啦 但是我之後試過就跟大家報告的 然後呢... 我就買了一個... 這個...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不會讀的牌子的... 遮瑕膏盤 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 color correct啦 或者當遮瑕膏 那... 我沒有用過的 但是我摸過呢... 就... surprisingly... 它就不像我之前買的那些 很乾的 它這個是幾... creamy的 那... 所以我也... 幾興奮 將會可以試一下用這個的 最後一樣都是面部的產品呢 就是這一支紫色的遮瑕膏筆 其實我懷疑我是沒有買到這支的 就是... 我不知道啦... 總之... 它來到我包裝裡面有這些紫色的遮瑕膏筆 那它就是... for... spot cover 和... 打光影的我猜 那也是啦 算了跟大家分享 那呢... 我也買了兩顆胭脂的 那首先第一顆呢... 就是... 這個也是... can color的... miss cheek 為什麼要叫miss cheek Universal Flattering Flush Blush 那我今天就在塗的 那我覺得是真的蠻好看的喔 而且... 你問我的話呢 我對它唯一的... 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有一點點飛粉 但是它很好blend 就是它不會一疊色的 我剛才上的時候 我都覺得... 啊... 蠻好啊 這樣... 所以我是... 對啦... 大部分的... 這個can color的產品 我暫時試過呢 我也是蠻滿意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對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那... 而另外一個胭脂呢 就是... 這個... 這樣的... Malabu Glaze的胭脂啦 那... 哦... 這個顏色是Coral 但我還沒試 對啦... 我試完再告訴大家 好啦... 來到... 最後... 嘴唇的部分 那... 當唇膏是一元的時候 那當然會不斷買的啦 那... 好啦... 首先第一件要跟大家說的 就不是唇膏 就是這個... Beauty Treats的Sugar Lip Scrub 那... Beauty Treats呢 我很喜歡它的眼影盤的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我另外的那些海途 敗家片的話 我會很喜歡它的眼影盤啦 那... 這個lip scrub呢 我看到它有 所以我就買了 因為我... 平時... 會塗很多液體唇膏呢 那... 如果有一點死皮的話 就會很割眼 那我也喜歡抹一磨砂才塗唇膏的 那... 我平時就會自己用一些... 砂糖拌一些橄欖油這樣 磨砂啦 但其實... 就是... 比較... 骯髒啦 就是... 你特地這樣倒一些出來 那... 這個呢... 我看到它這麼便宜的一瓶 所以我就買了啦 那我就買了這個土味啦 這個我已經用了幾次 我是極度... 極度喜歡它的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你就這樣拎開啦 然後它是一個... 那些擠擠頭來的 那你擠一點點 你就可以這樣拎... 然後呢... 你把紙巾抹掉 那你就完成了 你不用拌砂糖 拌一些油 那... 所以... 極喜歡這個... 而且... 它的肚味真的很香 雖然我不喜歡吃肚的 但是我很喜歡肚味的東西 有沒有人像我這樣 不喜歡吃那樣東西 但是喜歡那樣東西的味道 我是不吃肚的 但是我喜歡肚味的東西 我不吃士多啤梨 但是我喜歡士多啤梨味的東西 還是其實只有我一個是這樣的 接著就說說我現在的嘴巴在塗什麼 這個顏色是否漂亮 我現在的嘴巴在塗這個LA Color的唇膏 這支就是Taupe Envy 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而且剛才塗的時候 它是很容易上色的 所以... 不知不知道 因為我是剛剛塗的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而且它塗上去的時候 我是沒有任何的困難 很容易就可以塗得到 所以我還是很喜歡這個 接著就是一些比較有趣的唇膏 如果你有看我的Instagram 就會知道我塗這個綠色唇膏 其實它不是綠色的 它只是一個變色唇膏 它只看上去是綠色 但是當你塗上去嘴巴之後 它能接觸到你的嘴巴的溫度 還是不知pH的關係 它就會變成一個 一點點紅紅的唇膏 我覺得是非常好看 而且是很... 自然的 而且它唇膏了你的嘴巴之後 它就不會塗到周圍 而且是長得很久 所以我是很印象這支唇膏的 它除了有綠色之外 它還有一些... 藍色啊...黃色啊... 但是我上網看別人的評價 其實它... 只是看上去的顏色不一樣 只是塗出來都是一個紅色的唇膏 所以...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古怪的東西 你也可能會喜歡這個 另外... 兩個很古怪的就是這兩支唇膏 這兩支唇膏呢 它就是外面一個透明 好像是啫喱那樣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有那個顏色的 那我就買了一支藍色和一支紅色 那這個就是... 不是變色的 它真的是藍色的 但是它... 其實塗出來是一個很淡很淡色的 所以其實它... 我想它的主要作用呢 都是一個潤唇的效果 但是我純粹覺得它看上去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兩支 接著一支唇膏呢 就是這個LA Colour的Lip Trio 就是... 開出來看看 那它呢 就是那些現在很流行的三種顏色的唇膏 就是那些什麼寒妝的那些 哇...它也挺出色的 那我就還沒用的 那我用完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了...最後呢 我就買了兩支液體唇膏 它那個網站呢 是有很多液體唇膏的 但是... 內學我又不是很認識那些牌子 所以我就是隨便選了兩支 那我看有些人就... 說某一支是很好用的 但是我就不確定我是不是選到那支 所以... 隨便吧 那第一支就是這個橙紅色 Matte Liquid Lipstick Scenti 這個牌子 那我還是沒用過的 但是它看上去都是正正上上的 哇...但是它超大的草莓味 哇...好像糖一樣 然後呢 另外這一支就是這個Amuse牌子的一支粉紅色 我懷疑它是不是給錯我還是怎樣 我為什麼會選一支粉紅色的液體唇膏的呢 但是它... 長出來好像看起來有OK的 但是我沒試過的 我試完再好用的話 就會在我最愛的影片出現的了 最後呢 我也另外買了兩樣小工具的 那第一樣呢 就是這一支AOA Studio的眼影筆 那就是一個平頭眼影筆來的 那平頭眼影筆呢 就可以用來畫下眼線的那個... 眼睫毛位的那個眼影啦 或者你可以用來畫... 就是用來塗眼線膏啦 再不然你用來畫眉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支啦 那摸下去呢 它的毛質是挺好的 那我又看過其他YouTuber介紹它 這個AOA Studio的掃是真的好用的 那我看它的網站好像有得一套賣的 但是我只選了一支而已 最後一樣我買了的東西呢 就是... 哎呀 它很骯髒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 Nail Butt 那就是一個Nail Polish Holder Ring 那它呢 它的用法呢 就是一個... 讓你戴在手指上 然後呢... 它這裡是這樣的嘛 那你就可以塞你的指甲油下去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 走到哪兒... 游到哪兒... 譬如你坐在梳化那裡... 看電視 那你就可以... 一直在這裡游指甲 那你又不用有一張桌子 但你就可以這樣拿著就可以在這裡游啦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有趣和... 有心思的Invention來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啦 那但是我那天拆這袋東西的時候呢 我在學校拆這袋東西的時候 然後拿了這個出來 然後我的同學就馬上說 啊?這個淘寶還沒有咯? 然後他馬上搜尋了 然後淘寶真的有咯? 那...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買便宜一點 那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如果你對這件有興趣的話 好啦! 這麼快呢 這條片又結束了 那...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這次的分享啦 那我會把這個店的連結放在下面的啦 那...如果你對以上任何的產品有什麼特別的疑問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留言給我啦 那我就會盡量福你 很感謝你花時間收睇我這條片 希望你也看得開心 那...也希望你走之前會like一下我 給我一點點support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啦 記得要按下的小鈴鐺 那才會收到我有新片的通知的 好啦!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啦! 拜拜!